Hello,大家好 就说一下老师听话 真干这件事情 我是比较算是聪明的那一类吧 所以我会去想要思考 然后会去想要发现真相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就观想啊就参禅啊 观想了四个月之后吧 发现其实是无的状态 宇宙人生的真相其实是无这个字 然后 但是你又何必花四个月的时间去思考 去观想 因为一开始在四个月之前 我的师父上镜下空老和尚 就跟我说了要老实念佛 老实听话 真干 我确实是念了 但是念的不多 我会一边念一边思考 并没有像老和尚说的 就是真的只是老实念佛 最后四个月之后才发现真相 确实是应该老实念佛 不要去多想 多想就是在造业 业是能量 这是造能量 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能量在维持这个世界 什么产生了能量 你去想 你去思考 你的心念 构成了你维持这个世界的能量 所以就不要去起心动念 只要老实念佛就好了 这是最后的结论 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算是正了这件事情 大家如果是有福德 有善根 我觉得只要比我深厚的话 直接去老实念佛就可以了 不用白白花我这四个月的时间 加油 加油